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5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最终是下跌了22点 来到了17676点的位置 是连续第二天呈现下跌的走势 那虽然说以最终的结果跌22点 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下跌幅度 但是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投资朋友而言 应该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因为在礼拜五的早上收盘的美国股市 你看不论是纳斯达克也好 道琼工业指数也好 费城半导体还涨了5% 为什么台北股市在今天会呈现下跌 最主要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来自于所谓的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第二个是来自于人气指标 航运类股在今天出现了一个重挫 破底的一个走势 那至于说航运类股怎么看 我在稍后的节目里面 我会来跟大家做分析 一开始我们还是先从技术面的角度来做切入 为什么这个时候台北股市 没有办法跟上美国股市的一个涨幅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是来自于整体现阶段 KD指标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K值已经来到了90.48 低值是来到81.13 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那基本上你说KD来到相对低档 一定要回相对高档一定要回档吗 也不全然 你可以有这个所谓顿化的走势 但是顿化的走势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是来自于成交量能不能够出现显著的一个扩增 那当然很明显从上个礼拜四这个联准会跟央行升息之后 现在的那个全球金融市场在做一个拔河的比赛 怎么讲就是到底谁的吸引力比较高 吸引钱往那个方向来做移动 不过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 如果以台币的一个走势来看 这个又是一个贬值的情形 基本上往上是属于一个所谓贬值的一个状况 那往下是属于一个升值 那你会发现其实最近的台币都在做贬值 那外资不愿意进场 量能就很难出现比较显著的扩增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如果说希望 看到KD指标的顿化 我想那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好因此接下来的一个行情要怎么样去做观察 我想我们过去这两天都跟大家谈到 下个礼拜一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了季线的扣底 月线的扣底 KD指标的扣底 它都会来到一个相对转折的一个位置 好因此你说这么多的扣底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最终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以月均线 就是蓝色的这条月均线当作是一个多空的分水岭 如果是在月均线以上 那走A的格局机会比较大 也就是月线跟季线当中去做区间的震荡整理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行情操作的模式很简单 没有量不会所有的类股都做起涨的动作 所以它会有种所谓个股轮动 那当然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可以每天去追逐那些轮动的个股 或者是说像我们一样 去寻找那种相对低位阶的一个个股来做 偏多的一个布局 这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如果说跌破月线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这个下方的一个修正相对来讲 空间是稍微比较大一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会建议大家 如果说有跌破月均线的一个情形之下 操作上面你就应该去针对 你手上的一个个股去做一个 减码跟降挡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因此简单帮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美国股市大涨 但台股股市 反而呈现了一个下跌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技术指标 它呈现了一个过热 那月线决定操作策略 如果没有破之前 它会是一个个股轮动的一个格局 量缩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起涨 所以聚焦底部成型的一个个股 这个是我们现阶段提供给投资朋友 你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操作方向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 但至于说要做什么 这个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要告诉大家的 但在此之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谈到 为什么今天的台北股市美股大涨台股是下跌 除了技术面的一个因素之外 另外人气的族群航运类股在今天 纷纷呈现了一个向下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因为很多了 我就不一档一档跟大家谈 但是我们就从指标性的个股去提醒大家 到底后续操作航运类股 你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如果说以指标性个股 长荣的一个股价来看 事实上 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那个停损的操作其实很重要 如果说在今天早盘 你破季线之后 你有把手上的个股先行去做砍出的话 那基本上季线的位置 大概是在138.5上下 如果说以最终的收盘价132.5来看的话 一来一回是差了6块钱的一个空间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一个破低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怎么说 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在上个礼拜 还是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那个时间点我也不太记得了 有观众朋友透过夏老师Light去问我说 我们对于这个航运类股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 那当时我是告诉大家 我是告诉他们 就是说基本上你就以133作为一个观察 那为什么是133 133是前波的这个所谓平台整理区的下源的一个位置 那当时去往上去做突破之后 当然是一个重新转强 但这个时候再度出现跌破 相对来讲压力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基本上当时在整个所谓的宣布配息 然后以及宣布减资的一个政策之后 事实上它的一个股价就是以跌停板的效应来做反应 所以无论如何你殖利率怎么算 或者说是减资它可以不用缴税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利多说法 无论如何它的股价表现是弱势的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也提醒各位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要看的后续的观察重点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知道对于大多数的投资朋友来讲 还是会觉得航运类股会是一个想要操作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原则上给大家几个重点 第一个毕竟减资之后它的整体的EPS 会到110几块钱以上 如果获利不变的话 那现在的本益比是一倍多对不对 但是无论它本益比多低 它现在的股价是呈现破底 那如果说真的要拼的话 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 回到这个所谓前波低点的时候 再来看当时的状况 或者是说你等到这个股价有三天的时间 没有再去做一个波段新低 创波段新低的状况之下 你那个时候你要强短 再来去做一个强短 但问如何 我想从航运类股的这个股价转弱 它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人气 因此这个族群 我们是建议大家短线上面 就尽可能多看少做 因为这两天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就是 它的一个成交比重开始在出现萎缩 我记得昨天还有一度到10%以下 那今天是来到17% 不过慢慢的我觉得应该如果要打底的话 基本上这个成交比重应该要降到10%到12%之间 那个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来讲 有开始主底 那个才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底部的讯号 就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因此接下来回过头来 我们就来稍微谈一下 我们刚刚谈到说 你要聚焦底部成型的一个股票 到底什么样的族群 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我想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的操作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出发 当时我们第一个告诉大家 底部成型的个股 应该是属于电力相关设备股的 1609的大亚 那大亚的一个股价 在经过这个礼拜的时间之后 当时从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开始往上去做第一波拉抬 然后经过盘中的震荡整理 在今天早盘的高点28块3 它是创下短线上面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 当然你或许会觉得现在好像 并不是那么底部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因为前面其实经过两次的一个打底 而且有外资的一个买盘 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比较积极性的一个进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做这个位置 那沿着这个股价往上去做走高 因为28块4它是前波高档的套牢区 我们画面当中没有显示出来 不过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画面 28.45这个是前波高档的最高点 那基本上应该这样子讲 我觉得就量能的一个结构来看 这个比较像是心理的压力 就是基本上套牢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 只是说来到前波高点 大家其实观望的气氛比较浓 但是你可以发现 整体的量能其实并没有出现萎缩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你可以用五日线做观察 那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比较偏多续报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到今天事实上以我们当时进场的一个价格来看 大概也是超过9%以上的一个幅度 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做这两个股 当然有我们的一个原因存在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大家就是说 它在今年的太阳能的电厂的配置 基本上整体的发电量它会出现倍增 因为我想在整个所谓的三月份 三月份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三不五时就这里跳电那里跳电 这是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无论如何你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增加你电网的强韧程度 或者说是让你的这个绿能发电的比重去做增加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大家 电网的强势程度 当然可以从这些电线电缆 或者是重电设备的个股开始去做出发 所以我想这个礼拜其实是验证了 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谈到的看法 至少它的股价是创下波段新高 但今天创下波段新高的 事实上不只是1609的大雅 还包括了像是6282的一个康书 这个是电源供应器的大厂 那事实上如果说就股价的角度来看 当然今天价格最高来到36块半 它是创下短线上面的新高 或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它这股价就没有大幅度喷出 对但是现阶段我们的操作策略 既然是选择所谓的底部成型的个股 原本它就是走比较稳扎稳打的路线 它未必会立刻去做喷出 但相对来讲你的风险其实并不会太大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行情过程里面 你一方面可以保有 这个股票如果继续上涨 你能够获利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也降低 你在这个股市当中操作的风险 这个是现阶段 夏老师比较注重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一样 这个也是外资买非常多的股票 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应该是6天的时间 外资一共是买了1.2万张 成本是34.85 以今天的收盘价35.6来看 事实上它跟整体的外资的成本 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今年大概几个重点方向 包括了新能源以及电动车 所谓的新能源就是包括太阳能 风力发电等等 那电动车当然这就很简单 这两个领域基本上康书都有开始去做涉猎 那今年应该预估 这两个领域它在营收的比重 大概都会有5% 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少 但不要忘记了 我想康书是一家老牌的公司在淡水 如果他偶尔有去淡水玩的话 应该会有经过康书的公司 那我要讲的概念是说 这种老牌公司 它能够经营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又往新的一个方向去做发展 我想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成熟 它的那个营收占比会越来越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电动车是 电动车相关的一些电源的产品 那新能源就是以太阳能重电为主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属于这种 所谓的相关的 绿能发电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那当然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谈过 不论是除能的系统也好 或者不断电的系统也好 它都需要用到相关的一些电源供应器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同时具备有 其实跟我们当时讲的那个 戴亚其实有点类似 同时具备有太阳能的这一块领域 那在其他的除能 或者说是这个电力的基础设备上面 他们其实也有去做涉猎的状况之下 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最近期 外资会连续买超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回头过来看 如果以目前的这样子一个 现行架构来看的话 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欠什么 欠一根中长红K棒 把这个盘整区突破之后 我想股价其实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攻击的力道 那当然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可以选择 等那根中长红K棒出现之后 你再去做追价 但是成本上面 他一定会稍微比较垫高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投资朋友你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但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现阶段 趁着股价还没有喷出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个低档布局的操作 我觉得会比股价喷出之后 再来去做追价 我觉得相对来讲 应该会比较有利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这几天 应该说从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就陆陆续续跟大家谈到的一些概念 那实际上在下半周 所以我们也重新去找了 应该说另外去找了一些 跟绿能相关的一些个股来做布局 那我觉得在下个礼拜 大家其实应该最关注的是在于 整体风力发电的一个表现 包括9958的世纪钢 你看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底部成型 然后股价往上攻击 去做突破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所以为什么当时 我们会跟大家谈到这个世纪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再度拿下海龙风场21座Jackie的订单 他的Jackie就是水下的那个基座的套柱 这个是风力发电当中的基础建设当中 会谈到的一个名词 但无论如何 关键不在于拿到什么订单 关键是在于在这个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他不是第一次拿到这种 所谓风电相关的一个订单 他去年就有拿到台电的订单 台电订单的金额大概是在120亿元左右 那这一次海龙风场21座的这个Jackie的订单 推估大概是在50亿元左右 换句话说台电120 他去年7月份拿到台电订单 台电120 然后海龙风场50 这个加起来是170亿 以现阶段的设计钢 他的一个产能来看的话 这个接单会一路满到2024年 所以当然我没有要跟大家讲说 一定要做到2024那么久了 但至少你知道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的未来订单或者是未来成长力道 我想是不予匮乏的 好那这个是属于比较高价的风力发电个股 那当然也有比较中低价位的 当时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是2013的中刚购 我知道大家会许会觉得说 老师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套牢的卖压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来看这两个股 因为事实上这两档个股 应该这样子讲了 风力发电的股票 其实通常都是处于这种 所谓比较联动的状态 所以随着世纪钢 接下来如果说有机会 开始往上去做表态的话 我相信对于中刚购来讲 他要去突破前波的套牢区 看起来很恐怖 但实际上你看量能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套牢的量 其实并没有说来的特别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我是觉得说只要 风力发电有人去做带头 这些个股他都会去跟进 去做表态 那更重要的是 他事实上不只是风电 他也包括台积电的订单 那你说老师他台积电 能够出货他什么东西 不是出货金元 不是出货设备 而是出货他的那个厂房 对不对 所以你事实上 我想这个其实比较少人知道 就是台积电的足科 或者是中科 都有一些厂房是由中钢购来做搭建 那现在因为在过去这两年 因为美中贸易战 然后疫情的关系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一个台商回流 我想也不只是台积电 这个某种程度上面也是造成现阶段 台湾的那个电力相对 比较不稳定的原因 然后因为回来的企业太多 大家都需要用电 那当然抢一抢 可能电力的供应 就并不是来这么样稳定 但无论如何 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基本上他们有这个能力 去帮台积电盖厂 当然也有这个能力 帮其他的科技公司 去盖这个厂房的一个动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包括了风电水下基础钢购 这个也是在今年出货 我觉得会出现一个比较倍增的一个情形 那股价是打出底型增量突破 就会有出现转强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知道每个人的选择 可能会不太一样 你可以选择去每天追逐盘面当中 最强势的个股 但是你在你要去赚 那个所谓的高波动的一个利润同时 事实上你也面临着比较高的一个风险 那对于我们来讲 稳扎稳打一直是夏老师的性格 所以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选择底部成型的一个个股 而且我们一直跟大家所谈到的概念 我想我也没有画梦给大家 我们都是告诉大家 操作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底部的形态是怎么样 才来跟大家谈基本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三月份我想这个行情 当然我知道 这个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月份 但进入到四月份之后 投资朋友你要思考的是 你想不想去在市场当中 去做出一些改变 那如果说你认同夏老师的操作想法 跟策略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再告诉各位 还有什么样底部成型的个股 是值得大家做注意的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陈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陈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有一件事情先跟各位做报告 因为我不知道说 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在网路上面 还是说在电视的哪个时段 但是原则上 过去一小时在盘中 录影的时段是中午12点 但是在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会做出一点调整 那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基本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在盘中录 要再选择在盘前就录 然后盘中再来播 但下小时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行情波动比较大 那的确 我觉得我们讲到的东西 有时候也会影响到 那个股价的一个波动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 就是原则上我们就是盘中 我们就专心带会员 就不去做这个录节目的动作 那早盘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我们会从国际股市的角度出发 从盘面几个重点出发 未必会带到自己的股票 因为我不希望说会去影响到 它盘中股价的表现 但是一样在下午的节目里面 我们一定会针对我们手上的个股 来跟大家做分析 这个是不变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说 过去你都在中午看下小时节目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想一下 那如果有时间上面的弱差 是不是直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就稍微谈一下其他的个股 包括了172的台肥 那台肥基本上这个东西 我讲过我就不多谈了 就是包括了它新竹土地的开发 位在黄金地段 然后以及尿素的价格 尿素价格就是肥料的原料 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报价大概涨了两成左右的一个空间 我无非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个东西 就是说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食品这种东西 肥料这种东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性 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因为现阶段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概念 事实上我下午还在跟我的朋友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 当然它是农产大国 我相信大家知道那我在讲一个数据 大家可能会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两个国家 他们生产的葵花籽油 我不知道大家煮菜的时候有没有用到 大概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那现在俄罗斯在打仗 乌克兰也在打仗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你说少了少了葵花籽油 会对我们人 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或许不会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概念是说 这个时候不是连葵花籽油 葵花籽都没有人种 这个是所有的农产品都没有人去种 这个才是现阶段最大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会持续一年吗 你知道今天下午我朋友跟我说 这个可能粮食短缺会延续一年 我告诉他说错了会延续两年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结束 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最好种植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你明年没东西 然后你明年才要去种新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在后年你才会去做产出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会看好肥料的个股 后续的股价表现 那当然肥料的上涨 农产品的上涨 它其实会带动食品的上涨 所以后来我们也跟大家谈了 包括像是1217来之位 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是外资比较积极 在做买超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相信其实有法人跟我们一样 也都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无非是要告诉大家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找的股票 都是那种底部打出来之后 准备向上攻击的 一方面兼顾安全性 另外一方面同时也有机会 拉出波段的一个利润 所以随着时间点进入到3月底 投资朋友你要稍微去想一下 你4月份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你认同夏老师刚刚所谈到的东西 你也相信夏老师能够帮助大家反败为胜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3月25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te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